中國經濟不斷惡化 很多行業都在此大舉裁員 早前的隻手可熱的科技互聯網企業也不例外 這令到工作相對穩定的教師職業備受歡迎 今年中國各司法院校的高考錄取分數線 超越不少名校甚至迫近清華和北大 據黨媒的中國新聞周刊報道 今年中國各司法院校的高考分數線 已經指押了很多重點的大學院校 甚至進逼北京的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形成師範業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處朝輝分析 師範業的主要形成原因 與現在的就業狀況直接相關 現在中國大學各科系的未來就業形勢具有不確定性 眼前的業門科系在畢業後可能變成冷門 相比之下師範科系更乎恆溫 近年來中國經濟在持續下跌的情況下 由遭到美中貿易戰和疫情的衝擊 警方不斷惡化 失業率大舉攀升 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 碩士和博士的畢業生也很難找到理想的工作 有關高力的人員從事地端工作的報導 包括大學生增長徒份工的編制 清華畢業的海歸碩士當保母 清華博士教小學等等 時尚擦身人們的認知 目前有六媒報導 河南捲煙廠流水線上招聘的操作工人中 月三成是擁有碩士的學位 也有不少985、211名校的畢業生